根据机关署资料显示 农历年节的到来 岁末年终聚餐 以及各类活动 难来北往出入境人潮的聚集 预期将会增加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高市府卫生局建议民众 新冠疫苗接种6到9个月后 保护力会大幅衰退 不论是65岁以上长辈 或是轻壮族群 尽快加打最新版的新冠XBB疫苗 提升抵抗力增加保护力 我们一般新冠疫苗 接种6到9个月后 保护力会大幅的衰退 所以说接种我们的新冠疫苗 XBB疫苗可以提升 我们避免住院的保护力 可以有63% 至于对我们亲战的保护力 也可以高达58%的一个部分 我们才会希望说 不管是不是长辈或是年轻的 都已经要 还没有接种我们这个 XBB疫苗的 要尽快来接种 高市府卫生局进一步表示 为了方便让民众 可以就近施打疫苗 市区有超过400家的合约院所 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外 其中更有275家 提供谁到谁打服务 而这项便民措施 也扩大为 纠团打疫苗送好礼奖励活动 市区各级机关企业行号 甚至到社区邻里 只要接种对象 打50人以上 不限新冠或是流感疫苗 团队可获得2000元奖励礼券 百人次以上 更加码到5000元 目前我们有提了一个奖励的方案 我们就会再针对这样的一个 人数的部分的话 5次以上 我们就会给他2000元的礼券 是给整个团体 是给2000元 那如果是有100人次以上的话 我们会给到5000的一个礼券 的一个部分 卫生局提醒4名朋友 除了接种疫苗外 勤洗手做好个人卫生习惯 有相关类流感症状 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尽速就医诊断 配合医师指示服要休息 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